观察市场行为 品味 独播变化 大刀之前 财富咱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部频道 好 尽情出一个服务啊 就是这个全自动量化跟单系统 那什么自动跟单啊 就是说你不用 手用下单 你只要设置杠杆 倍率 即可自动跟单 不用自己操作 那都是稳定收益啊 那如果你进行交易 不是那么顺利 一再的亏损 一再止损 那不妨考虑一下 用我们系统 这样子 做一个稳定的一个收益 还是相当稳健的 那详细内容 我们社区里面都讲到 社区里面 Discord社区 我们这个公告区啊 都讲到详细 那你想参考的话呢 可以点击我们影片 下面这边 有这个Discord社区 OK 加入 然后去看 那如果想咨询的话呢 量化跟单服务 私信我了解 OK 你要确定是 私信到我 因为现在很多人 都冒充我了 越越多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 不要被诈骗了 那近期我们跟BigGate 这个优惠啊 你只要用我的链接码 注册一个BigGate账号 再入境 这个 入境啊 你即可想要这些服务 这些服务都有 那同时还有证金 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里呢 每周影片都讲到 就是一样的一个 急剧 你入境打一定门槛 它会送一定的这个 体验金 证金 那证金是不能提领的 但是呢 你可以拿正义来交易 OK 正义交易所得的这个利润呢 是可以提领的 OK 那详细内容 可以自己看 好不好 自己看 好 我先分享清楚了 那么看一下当前排名位置 目前来看一下 先看以下方 以下方解释 昨天讲 涨状的强势 你看 原本是一个跌破 跌破之后走一个通道 通道下跌 震荡 震荡下跌 震荡下跌 看一下 当时的情况 震荡下跌 震荡下跌 然后 直到出现了一根 一根柱子 稍等一下 好 这根柱子 它是怎么样 它这边是连续的下破前跌 多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我们把它标起来 这边是一次 我们是小复盘 跌破前跌一次 对不对 跌破前跌 二次 对不对 跌破收回 跌破收回 然后这里 跌破收回 对不对 三次 这边其实也有一个 有个低点 是怎么样 跌破 收回来 跌破 收回来 一次 二次 三次 四次 所以它是下破前跌了 有四次 四到五次 那最后呢 它出现了一个阳柱 就是表态说 这个结构 框架就没了 对不对 框架没了 然后拉下来 突破通道线 然后突破原本的这个结构 放量 对不对 这整段 你看整段这个 这个阴跌的前跌量 完全不足这一根 阳线的量能 所以毫无意 它这几个开多机会 开多机会 然后价格就 后续拉升了 就一笔 猛烈的拉升 目前价格也是 快速去回测到了 整个结构的 中央价 那目前讲的话 我们先拉跑完 好 这边它的结构 就是一个 原本是一个 箱体嘛 箱体 跌破 跌破走一个通道 通道下跌 下跌之后呢 下破前低 最后失败 收回 放量收回 然后爆拉 所以它的一个结构 就是多次下破前低失败 导致说 做放通价量能 然后让这个价格做一个推升 好 那整体来讲 目前在那高位 应该怎么操作 这个高位的话 基本上 我个人是不建议做空的 因为你看 虽然你要做空的话 止损很窄 如果你要做空的话 你的止损是在 比如说这样子 我们看一下 你做空的话 你的止损会带在 1594嘛 对不对 那止盈拿下去 但是 我不一定要做 为什么 你要看了 它这是一个结构嘛 结构 下破之后 急拉 我们这个看 可能不清楚 我们看一下 一小几别 你看 下跌是缓慢 缓慢下跌 拉伸呢 非常快 是不是急拉 所以这点 大概率价格 是会 是会做一个上破的 所以 刚刚的测试讲到 如果说 你真的按捺不住 你的镜子 你想做多 好 那你1580 你做多的话呢 你会把你的止损 带在1547 原本的前提价格 那你最窄最窄 也可以把这个止损 带在这个 我们看一下 一小时级别 这个阳柱的 这个起始点 大概是哪里 大概是在这个 1552吧 至少也是1552左右 所以可以把你的止损 在1552 大概也是一个 30点的止损 那如果你的 目标的话 你可以拿到 往上破的话 基本上还在看 整体来说 这个位置 大概就要上破 上破了 所以 不建议这边 直接接空 好 那如果说 价格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们看到 短期级别图 我们用键的表示 假设 上破之后 上破了 结果 延续力 没有很足 比如这边盘整 盘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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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啪 下破了 那我们在下破 这个位置之后呢 下破的位置 我们去做比空 OK 去做比空 在这个位置 去做比空 好不好 做比空 好 所以这是我们 目前讲到的 一个情况 这样子 好 我们用这个 表示 下破 延续 等于是吧 好 那这是目前的情况 目前情况 那 整体来说啊 这边 短期是看 多会延续吗 一样是会看 他会 他会去做一个 突破动作 那么就看 他延续能有多远 其实我们现在呢 基本上 大概率 是不会讨论 他直接下利 这边 是要讨论 他要突破的 那突破之后 看他延续多远 延续多远 会决定我们 后续的操作情况 甚至说 在高位去做空 都可能 所以 他突破延续多远 我们再参考 对不对 他突破的延续 量能 量能情况 或是他的延续距离 都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关键的 所以后续我们还去参考 我们接下来一些突破 后的延续情况 再去讨论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 短期的一样是看多 这边 如果你 很急要做多 那你的止损 就在带在 刚刚讲过的 这个位置 对不对 这个位置 也是152的位置 可以考虑一下 好 如果说他跌破152的地方 这段就可能就开始 有变化了 就可能不对 就是这个 多了去是弱了 那如果说他这边 我们只要没跌破 他甚至可以高位 这边 比如说他做一个 比如说这边回踩 然后他做一个蓄力之后 蓄力之后 才上破 对不对 有可能 所以整体短期 一样是看多 一样看多 那看多哪里 其实说 这边突破掉 突破的前后地下 是没有明确的结构 告诉我 哪边滞涨 或是哪边会停止上涨 所以我们还要再看 他突破延续的距离 改变的关键 好 应该比较非常详细 短期继续看多 那看多的位置 还要再看 不影响操作 对不对 那如果你有低位多大的话 可以继续拿 可以拿着了 基本上这个大概就算上破了 好 所以整体来说 如果你愿意忍受一些利润回撤 你可以考虑 把你的保护止损 带在152的位置 那最远的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好 算详细了 那以上这样的一个解读 就是以下方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比特币 比特币的部分 目前比特币 一样是比较偏弱的 一样偏弱的 一样偏弱的 好 那整体来说的话 我们把这边 稍等我一下 好 换一张图 它是回踩了原本的这个箱体 回踩箱体 然后拉伸 那这一笔拉伸 也非常急速的 那急速拉伸之后 我们要看它的前高价 能不能突破 对不对 前高价是在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20942的位置 这个是Coinbase价格 看它有没有突破 对不对 看能否突破 那这边我们先把这个 上方的高点先删除 因为它 它是踩到了下面 所以它的一个 关键低点是在 我们看一下 把图放大一下 关键低点是在这里 2万的位置 那基本上 它是一个重合位 重合位 所以其实它这边是 我们放大图来看的 它其实是一个 15分钟级别的一个 短期低点 然后它去验证 这个低点之后 然后拉伸 看这边是一个水平位吧 这边在短期 它是一个明显的 一个水平支撑位 对不对 这一线 所以做短线 你需要了解到一些 比较明确的位置 都需要了解到的 那这位置的话 验证的时候拉伸 所以整体来说 这个高位 我们是去看这个比特币 可能会持续上移 那这边它是上涨之后 几掌之后 接了一个上移通道 OK 几掌接通道 得动作 我们画一下 短期的这个结构 是几掌接一个通道 大概这样子 那后续价格 大概率还是会去 持续突破的 我们把这个最高价 先调整一下 最高价是在这个 2万2121022的位置 所以整体的话 需要看它价格 整体之后 上破之后 上破之后情况 上破之后 如果又下破 但我说它这边走的 局势是比较弱的 比较弱的 好 我们要注意 以上是这样的一个解读 这是比特币部分 那么我们再更大级别来看 目前来讲的话 它其实目前结构 其实并不强 并不强 整体来说 你看 回撤位来看 它是可以画出一个 这样的回撤 好 目前来看的话 它是打到18 那 那只要这个高点不突破 我都认为 其实短期 多头的强势程度 都还是有在怀疑的 有在怀疑的 所以 目前短期来讲 我认为是不用去过度的FOMO 价格除非突破 这个最高价 你再考虑去做一个 比较长线的多拦布局 那 至少目前为止 如果有多拦可以拿一下 那如果你没多拦呢 其实你不做也可以 就等待其他结构 对不对 等待其他结构 好 应该产生非常清楚 那以上是这个比的部分 那 看这间的影片 如果你觉得我讲解 有内容 很详细 那么你可以帮我点个赞 然后呢 分享给朋友 好 好 家务社区一起学习 一起交易 一起这个盈利动作 好 我们下期客人见 拜拜